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弟 你开始要做你的那些准备 好好期待啊 羊蝎子好可怕 我看那一大堆肉都是你的食材 弟弟 弟弟你找什么 大锅那种能盛很多的 巨大锅在那儿 那个那个那个煮饺子的锅 对 哇 你真的要做这个啊 嗯 这个菜要做多久啊 两三个小时吧 两三个小时 巧嘞 我的盐只要八十分钟 八十分钟 弟弟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真的 真的要两三个小时 他得泡现在泡就得泡半了 是哪 弟弟你是坐着下午茶对吧 羊蝎子 续星嘛得 哎我跟你说现在去一家 我知道一个羊蝎子店打包还来得及 走呀走呀走呀 弟弟真的如果你真的把这羊蝎子做成了 我真的是 你在我心中那个位置又 你就不是弟弟了 你是弟弟哥 好 你在干嘛 弟弟你坐在那干嘛 歇会儿 我等着 他用心守护着那一锅羊蝎子 好 所有人的辅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弟弟那边弄完就可以开始炒了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你的准备 弟弟可是我已经闻到你 好闻的味道了 这个非常香 弟弟你这搞大菜 你看他这个锅 弟弟 弟弟 你不来就不来 一来搞大菜 女生们 先生们 姐弟除以PK到赛现在正式开始 一号选手谢娜 她的优势是有经验 二号选手易扬千玺 来举个手 她的特色是闷声发大菜 不搞就不搞 一搞就搞了个大的 太吓人了 杨蝎子 你看他 我以前想来想去 弟弟到底有什么缺点呢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会做大菜 她今天这个缺点都已经把它给弥补了 让我怎么离开这个广播小站 很专业 很专业 但是现在让我看我感觉很专业 你可以去做大菜 好专业 谢谢 太厉害了 好专业 你这是休息的这段时间学的吗 对 行 你就想要在最后一集扳倒我是吗 搞一个大菜 我本来想我这道菜最后淋酒的时候是高潮 你就先把它弄了 那我不买酒来你淋什么呢 你这道菜不做了 你撒点圆 好香 弟弟一直拿袖子当厨房手套 你知道吗 所有的油的锅盖都是拿袖子上包的 弟弟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今天中午的主打 我这样讲另外一个厨师会难过吗 不会 不会 新人来了让一让也没事 你最好是这么想的 像不像那种大厨累了在旁边休闹那种 对 对 这羊肉应该ok了我觉得 嗯 花 赢的 太紧张了吧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出锅 弟弟吃饭吧 哇 弟弟小只摊了最后一分钟的 鞋 响了 响了好了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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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我的天 好香啊 好香啊 何老师 啊 怎么了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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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看 好吃 绝了 对 哇 哇 不得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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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好香啊 哇 终可以啊 董董你那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 那我帮你盛了啊 节目进行到现在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我这一票非常关键 嗯 我要投给娜娜的话结局锁定 嗯哼 对吧 嗯 我要投给千玺的话双方握手言和 弟弟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嗯 我觉得娜觉得好吃 那你准备好十句话了吗 我如果投给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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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羊蝎子男还是夸食之男 哎 发食觉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看起来好像是在让娜姐实时灼伤娜姐 灼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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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谬赞男的 在夸果男的 哎 哈哈哈哈 那我我投给娜娜 哇 娜娜三比一获胜 哎现在开始千玺 你没有赞那些诗句 算了吧 我觉得千玺就把你们重复一下 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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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十句出来 写十句啊 嗯 想想十句出来 我以为说不出来 但是请务必在这个节目最后一期收官之间 要不然就没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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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最后一期 有一点点小小的仪式感 其实加上试播啊 我们一共有十二次的跟大家在空中的交流 从一开始 不知道我们可以和大家新碰新碰到哪里 到后来我们慢慢的会发现 哎 我们真的可以开发很多的可能性 而且有的时候倾听也是一种交流 笑声也是一种交流 甚至在广播当中还可以听舞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开始以为也是开玩笑的 后来我看到千玺的武魂燃烧 嗯 我 对那会儿不是找不到我们俩吗 和大家到处找 我急死了 几点了还多久 现在六点十分 我千玺弟弟啊 你千玺弟弟快点啊 我在厕所你编呢 我千玺弟弟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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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玺弟弟快 咱们这个地方也不太大嘛 我不能做那种 来回飞来回跑那种基本步 所以我就想 到底哪些原地做的能串起来 哦你在里面编舞啊 怪不得杜海涛等着上厕所等半天 哈哈哈 千玺你是多少岁开始就是 离开家去工作的 呃十三岁出道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 你会哭得死去回来吗 我其实从小盼着一个人 独立出去生活 哈哈哈哈哈哈 妈妈又会哭了 哈哈 对我觉得男孩这个年纪算是 有一点点小叛逆 或者说有点自己小想法 这个萌芽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 就是他会开始变样子 到下一个阶段的初始了 嗯 接下来要千玺啊 千玺 你好 你好我是千玺 谢谢 你怎么你很爱他吗 不能说爱欣赏 欣赏 是很欣赏的那种欣赏吗 对对 因为年纪那么小 呃 然后呢 自己出来工作 也做得很娟业 嗯 听说呢 他也是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小男生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 呃 你们去追求偶像以外 就是要懂得欣赏他背后的努力 对吧 对对对 嗯 哇 说得好好啊 真本 我们这样 谢谢 我们请千玺来给那个亮亮姐来送一句我们的朋友的话 无瑕不成欲 无瑕不成欲 啊 生活当中有任何的这种小小的烦恼都是你美好生活的必然的组成部分 嗯 但是你是一块美欲 你的生活是一块美欲 这是毋庸置疑的 爱你 谢谢 拜拜 我们回头再见咯 拜拜 嗯 拜拜 谢谢你觉得这个 我一直不太喜欢就是 把感性或者感情上的东西 转换成特别理性的去分析去调调 对 这个就有些地方 因为你的判断也不是准确的 你就会给他造成一些感情上会变成有点扭曲变形 就有的地方是不太合适的 嗯 最后我们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吗大侠 好 一页 正好最后一页写着 在一起就很幸福 您好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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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我们今天接的最后一通电话了 久等了 怎么称呼您啊 你好 我叫小哥 小哥想跟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我其实会想一个故事吧 是因为我最近投诉了一个外面小哥 我记得那天吧 就下邦雨来着 当时我点了一支麻辣烫 他到送餐时间的时候 那个小哥他就说下雨路况不好嘛 能不能提前点个送的 挂了电话 结果我发现他明明在我家附近 他就是不送到我家 等到他送到我家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 忘了一个多小时了 麻辣烫都已经发了 没想到后来这个小哥哥 他就一直跟我发消息 然后当下我就把这件事情 发到我的朋友圈了 结果很多人说我不近人情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是出在这个外卖员身上 他提前点了那个送大家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先就着您这个送 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很久很久以前送过几单外卖 他其实很近很近的距离也只有三四块钱 或者四五块钱 然后平台还要扣 然后有时候迟到晚了以后 然后第二天平台还会再扣钱 所以 所以有时候外卖员会提前点那个提前送大家 但是我们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紧的去送到这个里面 我觉得这点是这个小哥不太对的地方 对啊 弟弟你怎么会送过外卖啊 送过三四天吧 为什么呢 不是节目 不是节目 也不是拍戏 不是就自己 就是 说想试一试 那你是怎么送戴口罩的 戴口罩 然后穿 那个衣服 和后羽绒服 然后带他们那个大头腿 然后买个小小电话车就送了 就是算是体验吧 对 你有被投诉吗 有 有 因为他在上面说新手可以同时接六单 我就好奇同时送同时接同时送怎么弄 然后 我那一天从头到尾 你明明是新手 还同时 那么胆心 我就我想试一下 然后就几乎都是迟到 但是第二天平台就会自动给你扣将近一半的钱 其实他们也很难 很难 这个太难了 谢谢你真的太酷了 太酷了 好丰富 我试一下 接下来 请各位亲爱的朋友接收 我们送给您的这一份声音礼物 朋友 请听得好 夜色降临 亲爱的你 现在走在哪儿 如果可以抱抱你 我想在你耳边 说几句悄悄话 你是一尾孤单的鱼 我也有同样的小尾巴 那楼宇大厦的灯火 点亮的 是你和我 游泳而过的 心里的浪花 亲爱的 我做了个梦 梦里 你在做梦 梦里 我们在说悄悄话 梦里 我们聊到初夏的缠声 那喧哗 和窗外的雨声 分不清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我看你有点害怕 害怕一个人走回家 我陪你 在你耳边 说说话 那天车站 有好大的风 你小声地说 喜欢它 你的声音被风带走 眼底的光 却闪闪发亮 那天 车站有很大的风 你小声地说 想念奶奶 偷偷留给你的糖 就藏在那 小小舅舅的手帕 你的声音 被风带走 脸颊上的泪 却在闪光 那天 那天 车站的风很大 路灯洒下微微的光 你的脚下 有一匹淡淡的小马 一跳一跳的 好像要去远方 远方 真远啊 小马淡淡地说不怕 只有勇敢的小马 才能到达最远的远方 那天 车站的风很大 就像我们一个人 长大的路上 吹过的所有的风一样 有些爱很响亮 有些爱很沙哑 如果你也怕黑 朋友 请听好 这里 整夜有光 朋友请听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说一个人长大 说你些爱变大 这里整夜有光 如果你也会暗黑的话 력的 忌ia 艾徜会带什么走 我现在只想到一样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对他来说不太好 你想带点点走啊 真的吗 恶我真的想了想 但是他个儿太小了 然后我们家基本公毛多 我怕抓伤它 就是猫猫打架 对 我去小屋里看一看 徐墨一下 进去的屋里去徐墨东西去了 还是 哎呀三位真火 后面其实有很多很舒服的生活 那姐我有一首诗要送给你 说春雨温柔的人 那你一定没见过那姐的眼神 说夏夜深邃的人 你一定没见过那姐的双眸 说秋月明朗的人 你一定没见过那姐的笑容 说东梅坚强的人 你一定没见过那姐本人 那姐的汗水不是水 是玫瑰花瓣得露水 又在实际 那姐鞋上的球不是球 是漫天灿烂得星球 那姐的衣服不是服 是我五体投地得佩服 最终我才知道 昨晚长沙大雨是为你而下 原来你就是风雨过后的 铿锵玫瑰 我以为弟弟在开食谱 太赞了 我以为弟弟在开食谱 帮你们用 好棒啊 可以出版 我是谢娜 希望我的家人们 我的女儿 健康快乐 平安 也希望我另外一个世界的家人们 快乐 我想你们 我希望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 都平安 幸福 健康 我希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战争 没有疾病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 强大 平安 幸福 每一个人都好好的 各位全球的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朋友请听好 广播小站第一次视播 有多久没人认真听你说话 别怕打扰 我们在听 朋友请听好 我希望大家有多久 我们下一个人都好 我们下一个人都好 感谢观看